来 我为大家演示一下 好 好 来 这个看起来真的 好吓人 这个真的很可怕 这个我真的不敢玩 这真的有点吓人 这就是最煎熬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等它再爆 这么大 好了 可以了 我们先来看演示 好 来了 来了 来 来 来 我怎么爱了 这个真的是 是不是 主要不知道什么时候爆 我真的是 爆之前不会给我们倒计室 不会给你提示 如果提示 我们就没有办法考验 我们肩脑的下意识了 但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这也很折磨人 对 对 好 我们看一下 一点二三秒 好 我们重方向去看一下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灯是亮的 它判断那个亮的灯 然后去把它 它好快啊 对 它很快 哇 真的太厉害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绷着了给我 好 大家看一下时间 它从降落之后到拍 一点二三秒吧 那我们正常的男人的速度 一般是一点三 男人的速度 不是 那如果 什么意思 一点三秒多的话 就不是男人了 然后女性是平均三秒 我可以到三秒 真的假的 那么这个我们测试的 主要的就是一个战跟逃的 这么一个主观意识 战跟逃 第一类是战斗型的 第二类是逃避性的 我们应该都是第二类的 就是如果你是男性 你超过一点三秒 就是逃避性的 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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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位男士 压力真的非常大 我们这两类 其实都没有说 哪一类好 或者哪一类不好 因为你是一个 逃避类型的话 说明我们更善于自我保护 Mr.逃避 图试试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我肯定是 我不用试了 我来吧 来吧来吧 老师 我们一个个来可以吗 可以两个起来的 没关系的 但如果他的那个气球 影响到我的那个 就变成我是逃避型的 那不一定的 也许你的内心性格 就是一个战斗型 我相信你 他很在意自己 是不是逃避型 这个问题 来吧 开放派 首先我觉得我们上来 就不是逃避型了 对啊 那就证明了 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了 反正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 我们做到完一个合选 勇敢行人格 出气 不要跑 不要跑 你冲气就冲气 怎么这么偷然呢 来给你调金号毛巾 成年西海 来加油加油加油 我可以参加摄影组吗 老师呢 哎呀 好 你先 逃避型了 我 我不行 出了下来 逃避型了 我太吓人了 我跟你说 这气球冲起来 太吓人了 怎么了 你还没下去呢 这么大 我真的不敢 你来吧 郭超 你来 怎么这个时候 就叫我了呢 我不敢 我不敢 我真不敢 你真不敢 就可以趴在上面等待了 这个气球的大小爆破 我们都测试过了 没有问题 好 加油 加油 只是一个测试而已 真的没关系 我宁愿上过山车 我现在 来 他 我 我的妈呀 这个 我这冲气儿有点多感觉 我现在就不开眼睛 不是 没有 我们冲的是一样的 不这样行了吗 可以 可以了 可以 好 做好准备 六秀 非常非常好的 一秒三十一 因为我们刚才队员是 刚刚是一秒二十 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 我还是逃避的人 这大熊只字没提你 这个一点六二秒 一点六二什么意思 一点六二也很好 一点六二也很好了 一点六是逃避中里面 最逃避的人 我可以再看一次吗 你可以这个表情 握出来我觉得 真的 你跟他一比你好狼狈啊 大熊哥 其实佳儿可以更快 一会儿你上 因为这个灯 对 杀扰了我的视线 它真的可以更快 你相信我可以一秒内完成 我跟你说如果不拍摄的话 我连一秒都用不到 为什么有火啊 火星啊 真的有火 为什么啊 我们是用电来引爆 这两个气球的 通过电压为三伏的电池 启动压电装置 这个空气分子的运动轨迹呢 就是你们穿进的这个电火花 你们放心 这是很安全的 你们三个快点儿 谁弄 就是只是声音害怕而已 对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恐怖就是在于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 就没事 你就耐心地等它就爆了 加油 加油 我跟你说一句话 你就马上了 精胖毛巾的老板在看着你 李总 现在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的 但其实大脑根本就没控制到 我们身体让我们上去 对 那我来控制你吧 我控制你身体 我也可以控制你的身体 大脑控制不了了 瘫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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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点 精神点 这是什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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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 我看一眼 可以给我趴着 好 重启完成了 下轮上了 我向下面看看 你别逼我 我自己来 自己来 我的妈呀 上 趴呀 你看看郭超 趴那么长时间 你救救他吧 他好几分钟了吧 他太疼死了 太难熬了 好 非常完美 非常勇敢 好 集中精神 好 集中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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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快 你真的很哇塞 哇塞 但算很快了 你的飞雨其实一步就到了 像我最慢 上吧 来吧 还有谁 不就还有我了吗 对 我觉得你想再玩一次 没事 我一个也可以 好 是不是拖鞋会更好一点 拖鞋更好 是不是 对 我腿都软了 杰森很享受 你等会儿再多来几次 没事 够了 两次已经真的人生中 能尝试这个东西已经够了 没事 为什么我 所以你们这个节目 没有女嘉宾是这个原因吗 有过一个 但是她那个节目 为什么我的突然之间这么大 太大了 我的会不会有点太大了 杰森 你这太大了 来吧 你比她轻 没问题 我离那个真的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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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可以一秒内完成 你相不相信我可以一秒内完成 我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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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测试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看到过这个 其实你已经在三秒之内了 已经很好了 大家看一下 不是 我主要是我落地的时候 落得太实了 来 成绩看一下 完了 我这最慢了 你差一点都没超过我 还好 还好 这是一种暴露性的意志 就当我们去面对这种暴露性意志 和这种训练的时候 就可以克服我们下意识 这个反应的这么一个缩短时间 所以我们这位优秀的嘉宾 第二次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优秀的突破 我相信几位嘉宾也想再尝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提高这个 你以后有人想再尝试 我觉得这成绩 其实大勋老师特别想 我没有 就逃避就逃避吧 你一会第二次的时候 肯定比这个成绩更好 我们已经知足了 老老师 因为我现在这个成绩太低了 你吃点 他是一个好像 你甘心吗 我不甘心 那样那就肯定要挑战 谁跟我一起呢 可不可以担忍啊 嘉宾 你再提高一下 我觉得你那成绩还能提高 好不好 不是 我跟你说 就是倒数我后两名男的 跟我去 看看是谁啊 就咋俩 来 我再来一次 大勋啊 算了吧要不然 算了吧要不然 我觉得可以了 你把我耗上来之后 你就说算了 你刚刚是怎么推我的 给我趴下 趴这儿 给我 菲宇 趴这儿 菲宇 给我趴这儿 给我趴下 给我趴下 别 不许走啊 不许走啊 万一我这次成绩 不如上一次怎么办 你要相信自己 这次成绩 一定比上一次好 加油啊 太多 太多 我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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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怎么下来了 我不做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残次品的 几率太高了 孩子们都在看着 跟我吹起来我的伤 孩子吹起来我的伤 孩子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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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啊 孩子们 等会儿啊 1.3秒多的话就不是男人 你甘心吗 我不甘心 我们四位男士压力真的非常大 挑战性 逃避性 还好 没丢人 破纪录了 但是比刚才好很多 经过暴露性的意志训练 还是非常完美地 达到了一个战斗型的形狀 非常棒 几位嘉宾表现的都特别地理想 特别好 其实我们这一轮的实验结论 就是要回答一个 谁能更好的控制大脑 在受到惊吓时不被影响 最毫无疑问应该是 选这儿 在受到惊吓时不被影响